小馬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馬 歡迎收看街頭實驗室 小馬今天站在的地方呢 是台中市的草霧道市民廣場 那今天呢是假日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人 所以小馬今天就要來這邊 訪問一下這邊的草男草女 關於這個我們今天要來實驗的球鞋 我們現在就先請9527把球鞋拿上來 9527 警惟姐姐發生什麼事啦 9527快點把我們把紫月拿下來 唉呦叫你去你就去嘛 好謝謝我們的9527把這兩雙球鞋送上來了 那這兩雙就是我們現在愛迪達最火紅的 EQT9317 那小馬左手邊這一雙黑色的呢 就是男生款式比較熱門的 這款白色是比較女性款式比較熱門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來隨機訪問 男生我們就訪問這一雙 女生我們就訪問這一雙 他們對於這一款全新的9317 是喜歡還是不喜歡 Follow Me跟著小馬走 我們現在就過去看 好我想請問一下你們平常有在關注一些新鞋發售或者是限量球鞋的一些資訊嗎 偶爾會 偶爾會 就是會關注一些球鞋 對對對 好那我現在這邊就是有兩款球鞋 它是屬於愛迪達的新鞋 那我們要來測試看一下就是 街頭上面訪問一下路人說他們喜不喜歡這一款 那我給你們看一下 然後手上這雙呢是白色的 它是屬於女孩子的 那你看一下你拿著沒關係 那這雙是黑色的 好那我想問一下 你們有看過這雙球鞋嗎 或是知道這雙球鞋嗎 知道 知道 知道知道 那你知道這雙叫什麼名字嗎 EQT EQT 9317 喔那你知道你也知道 男朋友知道 不錯不錯那個知道我們這個EQT9317 那你喜歡嗎 他喜歡這一雙 我喜歡這一雙 那你會喜歡這一雙白色的嗎 嗯 還不錯啊 那如果 讓你選這兩個 一黑一白你會喜歡哪一個顏色 我喜歡白色 那你呢 黑色 你喜歡黑色 那它讓你喜歡的原因是什麼原因 譬如說它哪一個吸引到你 就從它的 就是它加了一個BOOST的元素 還有它以前 就是原本就有類似這樣的 就是那個 以前這個 三槓 對然後我就覺得還不錯 所以你就是喜歡它的一個創新的外型 對對對 有在關注球鞋 那你呢 你也是差不多嗎 也是外型很特別的啊 主要是外型 俐落 OK好 那我想先問一下你們 平常有在關注球鞋嗎 一些新鞋發售資訊 有 有關注 你呢 還好 那我想 這邊有兩雙球鞋想要給你們看 就是你們等一下拿到後 告訴我說你們知不知道這款球鞋 好 那這雙是我們女孩子的球鞋 女生先看一下 那這雙是男孩子的 你可以看一下 你們有看過這雙球鞋嗎 或知道這雙球鞋嗎 這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請問一下你們看到這雙球鞋 那它會吸引到你嗎 你們喜歡這個鞋型嗎 或是配色之類的 還不錯 還不錯 那女生呢 還行 還行 那如果讓你選白色跟黑色 你喜歡哪一個 我喜歡黑的 你喜歡黑的 我也是黑的 你也是黑的 好 那你們 如果說你們要購買的話 你們覺得多少錢 會是你們可以接受 就你們會願意買單 買這雙黑色的 因為你們比較喜歡黑色的 大概 六七 六千 六千 大概六千 那女生呢 如果你想要購買它的話 你覺得多少錢是你能夠接受的範圍 嗯 三四千 三四千 好 那我告訴你 這雙的話呢 它的台灣定價是在六千八 那市價就是市場上行情大概是八千八 兩個配色都差不多 那如果今天是八千八的話 你會願意購買嗎 喔 八千八不會 就不會購買 就太貴了 那你呢 不會購買 那但是呢 就是你們覺得這兩雙球鞋 它是好看的 好看的 好看的 我想再問一下 你知道它現在 大概它的市場價值大概是多少嗎 七千八左右吧 我大概 那你大概呢 欸 好像六七千吧 六七千 那我告訴你 它其實大概 男鞋的話 八千八左右 喔八千八 OKOK 差不多啦 那這一雙的話 女鞋 因為台灣都是沒有發售女鞋 目前 那我們這一個女鞋的話 它會比較貴 大概到九千多 九千多 那想請問如果這個價格 你們會願意買嗎 嗯 如果 這一雙七八還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那你會買嗎 這一雙嗎 對 如果八九千塊這樣子 你會願意買單嗎 好像有一點 有意願 好 那謝謝你們就是 所以這雙球鞋 你們都是非常喜歡的 對對對 好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那我想先問你 平常有在關注球鞋嗎 或是一些球鞋的發售啊 之類的訊息 我 不會特別去看 不會特別去看 嗯 那我這邊有一雙球鞋 它是 比較新的鞋款 關於愛迪達的 然後我想要請問你 就是你看一下 你有沒有知道 或認識它 好 那就是這一雙 給你看一下 這雙球鞋的話 你有看過它嗎 或是你知道它嗎 最新的嗎 對 不知道耶 沒有印象 也沒有看過的感覺 嗯 那你看一下這雙球鞋 它 你會喜歡嗎 你說我會不會買它嗎 你先說 覺得這雙鞋好不好看 我自己的話 是 不太偏好這種 就是這種 這種很大以顏色變化的 喔 對 那如果是這個呢 如果是像這個配色呢 黑的 就是 可能這個螢光粉紅的 不是我喜歡的 所以我就是不會 那如果說 黑色跟白色 哪個配色是你比較會喜歡 黑色跟白色嗎 我喜歡白色的 你喜歡白色的 對 那如果我腳上這一雙呢 那個配色上面 比較沒有變化那麼大 喔 好多了 所以如果就是比較接近的話 會比較喜歡 嗯 那這雙白色的話 就是 顏色上面你不喜歡 嗯 那斜型上面呢 如果斜型 形狀的話 對 可以 形狀的話可以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購買的話 剛好有遇到你 配色上面是你喜歡的 嗯 多少錢你會願意買單 多少錢嗎 嗯 嗯 我自己的話五千以內 五千左右 嗯 那我想告訴你說 這一雙的球鞋 它台灣定價是六千八 那它 那沒關係 那它的市價就是 嗯 因為它屬於比較限量的 喔 就是很快就是 當天可能就發售完 嗯 那在市場上大概是做 八千八左右 嗯 所以如果今天有一天 你如果要購買 會花八千八購買嗎 不會 不會 太貴了 對 絕對沒有必要為了一雙鞋子這樣 對我自己 好沒關係 謝謝 但是呢 這一雙就是我們今天要做測試說 它的價格 你是沒辦法接受的 嗯 但是斜型的話你會接受嗎 斜型我可以 那顏色上面 這款顏色你不喜歡 非常不行 那 但是這個好 都沒看過就是因為 可能廣告打得不夠多 所以你不瞭解 對 因為我沒有特別在看球鞋或什麼之類 沒有特別關注鞋子 好 了解好謝謝 像請問一下你平常有在關注球鞋嗎 或是一些球鞋新鞋發售的資訊 有啊 就是平常網路上都有 都會在看 就是你會關注他們 嗯 好那我現在這邊有一雙新鞋 然後我想請問就是 看你知不知道這一款球鞋 好 這一雙 你知道嗎 你有看過嗎 有啊 那你知道它叫什麼名字嗎 應該是EQT 或是EQC 我忘記了 好好 但你有知道嗎 這一款球鞋 那這一雙它是EQT的9317 它是今年的一個全新的球鞋 嗯 你喜歡這一雙球鞋嗎 還好 就是 沒有 特別 對 不是你最喜歡的 那這一雙的話 你覺得它 哪個地方是 就是不會吸引到你的地方 不會吸引到我 因為你說 沒有很喜歡 那它哪個地方是 就是不吸引你 我覺得就是 它外表沒有很突出 就是 就是整體沒有讓 整體不夠 不夠讓你 愛上它 對 配色上面 配色喔 嗯 我覺得它 粉紅色蠻喜歡的 喔粉紅色蠻喜歡的 嗯 啊就是 可是 可是 就不會去 喜歡這一型 喔喔喔喔喔 這個型你不喜歡 就是整個型不喜歡 整個型不喜歡 整個型不喜歡 就不夠帥氣 不會吸引我 嗯 就是For Real Williams的 比較吸引你就是 對 好 謝謝你 謝謝 OK 感謝你 我想首先請問一下 你平常有在關注球鞋嗎 一些新鞋發售資訊之類的 還好 還好 就不會特別關注 就是 比較流行的吧 像撲馬那一類的 喔撲馬那一類的 會會 會 愛迪達 那我現在 那我現在這邊有一雙新鞋 它是愛迪達的 想問一下 等一下看到 看你有沒有看過這雙球鞋 你認識它嗎 我不知道 沒看過 沒看過這雙 對 那你喜歡這個外型嗎 這雙球鞋給你的感覺 因為感覺蠻透氣的 感覺蠻透氣的 對啊 所以你喜歡它嗎 嗯 喜歡啊 你蠻喜歡它的 那我現在給你另外一個配色 給你看一下 這個黑色的 我比較喜歡白的 你比較喜歡白的 好那我們把黑色揉起來 你喜歡白色 那它主要吸引到你的地方是什麼 你覺得 就現在蠻流行撞色的 喔撞色的感覺 然後白色會比較亮 嗯 比較好搭配 對 那你覺得如果今天你想要購買這雙的話 多少錢是你願意去買它的 這樣子 嗯 大概四千 四千是幾千 四千是幾千 對 那我告訴你 這一雙的售價 它大概是六千八 然後呢 因為它這雙屬於限量鞋 所以它的市場價大概是八千八 所以今天如果八千八的話 你就不會 買不下去 買不下去 那但是這雙外型是吸引到你的 對 可是你不認識它 因為廣告不夠多 對不對 對 那你覺得如果會因為說 譬如說你有喜歡的明星 穿它的話 會讓你想去購買嗎 會 但是八千還是 還是太貴 那如果遠價 你有機會六千八買到 有可能會 有可能 因為明星效應 對 差不多 那你哪個明星是你會喜歡的 假如余文樂船 你會喜歡嗎 還好 還好 那哪個明星你會喜歡 就 Tara Tara 韓國那個團體的女星Tara 不是那個 那個誰啊 那個 Motor 美國那個Motor Kara 對 英國的啦 英國的Kara 超模對不對 我不知道哪一個人 反正歐美的 我知道 如果他穿你就會有機會購買 對 感謝你 好那我知道了 謝謝你 好那我想先問一下 應該是有在關注球鞋的一些資訊吧 稍微 稍微 腳上都穿著Easy了 還是說稍微 太謙虛了 好那我現在這邊就是有一款新鞋 是屬於愛迪達的 想要給你看一下就是 不知道你認不認識它 好我給你看一下 OK好 這雙球鞋你知道嗎 我知道 你知道 UQBD我知道 對對對很厲害 好有在關注球鞋 那我幫你看一下 那 還有這一雙白色的你有看過嗎 呃白色的話 我這一雙比較常常看到 這一雙 那這雙第一次看到嗎 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看到 它其實是其實很算 算是上一週才發售的 是 新的一個配色 是 妹妹跑掉了 我本來想問妹妹會不會喜歡這一款 好 好 算了沒關係 是 那如果這一雙 這兩個配色給你選的話 你會喜歡哪一個 配色的話 我會選擇 黑的吧 黑的 鞋型是你會喜歡的嗎 TQD的 呃 我會 欸 鞋型是我會喜歡的是沒錯 不過我覺得它這一代出的 下方 它的底的 就是它BOOST的底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做得太厚了 太厚了 對就是後面有點 有點奇怪啦 對 不是那麼的 不是那麼的 所以如果它在 那配色上面 會是你 對這樣子 撞色你會喜歡 對撞色 就是可能BOOST的部分在消掉 對 你就會喜歡了 是 那這一雙基本上 其實在台灣的廣告並不多 對 這一雙廣告並不多 那你覺得會不會因為說 一些明星的效應之後 目前好像沒什麼看到明星穿 會不會有明星效應之後 你覺得會有它的 就是會跟著一起水長穿高的感覺 我覺得多手都會吧 因為愛迪達 愛迪達 近幾年我覺得會紅 應該很多明星 也有關係 妹妹這雙球鞋 你會喜歡嗎 這雙白色的你看人會喜歡嗎 你沒看 BB 這兩個你會喜歡哪一雙 你看一下好不好 可以嗎 它害羞 好那就是 它的外型上面 如果它有在修正的話 說不定就是你會 願意買單的就是了 因為我知道它 這一款的話 它有分好像是三個等級吧 就是底的部分 對 DQT的 這個型是你 這個階級的它不是你的菜 但是其他系列的就是 可能是你會有你喜歡的 是 是沒有錯 這樣講是沒有錯 對 那我大概知道了 所以這款型 算是你不太喜歡這個型 我不喜歡它的底 我不是說不喜歡它的配色 我也不是說 我知道 就是它這個 其他型是你才會喜歡的 對 那我大概知道了解了 謝謝你 OK 謝謝 那今天呢 根據我們的實驗結果 其實可以發現 在街頭上呢 我們訪問到的路人 大家對於這雙全新的9317 他們都覺得這雙的這個配色啊 或者是這種外型啊 基本上他們都是覺得是好看的 不過呢大部分的人呢 還是比較不熟悉這款鞋子 可能的原因就是 因為愛迪達在這款鞋子的 廣告上面不夠強大 所以呢對於這個熟悉度還是不夠 不過以外型來說呢 還是得到不錯的迴響 那我們也期待 愛迪達在之後將9317 可以出更多好看的經典配色 謝謝你們觀看今天小馬拍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小馬今天拍的影片 請記得在右上角點一個喜歡的按鈕 然後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街頭實驗室 我們下次見